這年頭因為通過空中的關係 大家賺的錢都不容易 健身教練可以有相對很多課程來說 比較不便宜 因此每一分錢都要花在刀口上 曾經跟朋友們聊過 如何選擇一個好教練 沒有看過朋友集體的按這裡 那今天來跟朋友們聊聊 如何避免選到一個壞教練 那朋友們看過這支影片之後 記得幫我大大的分享出去 因為演算法的關係 我們可以讓這支影片有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 記得按讚 各位觀眾大家我是台教練 我跟你說啊 健身房的教練千百種形形色色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在選教練的時候要避免要選到不好的教練呢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的教練帶你上天堂 不好的教練帶你下廚房 因此 等一下 白哥這什麼意思啊 我只是為了押韻 沒有別的意思 白眼 OK 那我們今天就提供朋友們有五種 一眼就看得出來 他可能會帶你下廚房的教練 提供給大家參考 讓我們看下去 第一行 心不在煙行 我常常培訓一些新的教練 我都會跟我們新的教練們說 人家花一個小時 一千 一千五甚至兩千塊錢 買你一個小時的課 因此 你不可以超過三秒鐘的時間 注意力不在他的身上 你必須從頭到尾關心他 他站著你站著 他蹲著你蹲著 他趴著你也給我趴著 因此教練千萬不可以心不在焉 兩位在健身房裡面 我們常常看到一堆教練 不要說滑手機 這根本就是不可以的事情 甚至還有去看電視的 跟朋友聊天的 跟妹妹打屁的 記得遇到這樣的教練千萬要避開 來 推起來 快 往上 對 肩膀用力 這邊 那邊用力 對 把咕咕叫出來 來 等一下 什麼 打麻將是不是 今天晚上缺人 OK 好了 我幫你約人 教練 還有幾組 還有幾組 等一下 繼續推 我約完開啟伯伯 我跟你講 開啟伯伯 晚上打麻將 OK OK 欸 欸 怎麼了 我沒叫你停 你怎麼可以停下來呢 時下都推不完 推你肌肉長這麼大 第二型 往死裡練行 我們知道有一些健身教練的出身 他可能自己本身是建立選手 甚至職業健美選手 然而他比較沒有心去體會有一些人 他們可能健身的強度 跟他本身的體力 沒有到這種程度 不停地往上加重量 練到 力竭 力竭 再力竭 而造成學生身體很多的傷害 不但沒有達到健康 反倒需要去看醫生 欸 開心 今天我們來做深蹲喔 一 十個喔 但我沒有說停 你不能停喔 十個為什麼不能停 你不要理我 我剛才說什麼 我現在叫你做你就做 給我做 來 來 來 吃掉 不能停喔 不行喔 才體吃而已 好 才體吃的 給我蹲 蹲啊 做完了 蹲啊 蹲 你不要爪那麼爛 我幫你拉 那你先蹲 你到底會不會 我可以幫你蹲喔 對 你做完了 好 第三 花招敗出行 我們知道 以前我們說過一句話 叫做 你會害怕的男人 練習10,000刀 但是 你會害怕的男人 練習1刀 10,000次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不怕千招會 只怕一招手 一個好的教練 他知道 每一次的進步 一時循序漸進 可以把最基本的功做好 做好基本功 莫忘初衷 然而 有一些教練 因為現在的媒體 非常的發達 他又必須要賣給學生 很多的課 他又怕學生覺得無聊 他對自己的訓練沒有信心 不停的使出新花樣 練一個胸 可能有72種練法 看我72遍 每天帶你練不同的東西 只是為了要保持你的新鮮感 而忘記了 把基本功打好的目的 教練要練什麼 肌肉超冷 我跟你講 你平常這麼大隻 都做重量訓練對不對 我今天教你做超能心 保證讓你肌肉有活力 來 跟我做好 好 我先教你一次 欸 這個 雅琳跟乎琳 我們坐在球盤 右邊坐肩推 左邊邊二樓 腳要抬起來 對 這樣來我示範一次 那麼一 一 所以 這樣就對了 我跟你講 中南線要考慮到安全性 換你 什麼 這是你的重量啊 欸 不是那一個 這個 怎麼我的那麼壯 後面 然後我需要 正推二樓 腳抬起來 這樣子喔 推一樓 第四樓 上下起手性 我們知道教練跟學生的溝通 非常的重要 尤其我常在上課時候說過 我們的手指很神奇 當你摸到這邊 這邊就會用力 當你摸到這邊 這邊就會用力 當你摸到這邊 這邊就會用力 所以手指非常的神奇 但是 我們在與我們的會員接觸的時候 必須要有一定的比喻 跟保持一定的距離 你必須事先詢問過他們的感受 然而有一些教練 他比較不能夠用言語上 直接與人家溝通 一定要用摸的方式 來讓你感受到每一次的訓練 就會造成下面的情況 今天今天要練什麼 今天啊 今天在 你聲音怎麼怪怪的 我是開掃 你才不是開掃 你就是母雞 高八度 今天我們練腿後面 我們叫做直腿硬舉 來 先等一下 我們要練腿後面 你知道是哪裡嗎 這裡 有沒有感覺 你這樣子摸就對了嗎 我摸了你才 我不是有任何的企圖 我是要讓你感受到 你又在摸 股票肌肉 來 彎下去 抓起來 好 來 站起來 怎麼舉起來感覺完全不一樣 第五種瘋狂推銷型 這個教練在跟你聊天的時候 他不會問你的目標 不會問你的生活 不會關心你的感情狀況 不會關心你的人際關係 他只要遇到你坐下來的時候 就會告訴你 你這個不夠了需要買這個 你吃的不夠需要買營養品 你練的不夠重需要買腰帶 你站的不夠穩需要買新的球鞋 把他身邊所有相關東西 全部一股腦的推銷給你 直到他沒有東西賣給你為止 欸 開啟今天的上課上呢 不錯哈 有沒有感覺到 那就會開始痠疼這些 對不對 其實這樣是不夠的 那我們要開始買一些保養品 就是保健品 來保養我們自己的身體 你知道嗎 對 現在你看教練已經寫好了 你懂得寫嗎 蛋白粉 是一定要的 你不用問我 他有什麼作用 不需要知道 我先跟你說多少錢 殺青 殺青 好 不要再 不要掏出來先 先不要掏出來 還有看到這個 胺基酸啊 BCAA的 訓練的時候要用 這個是很好的東西 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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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西 Frank 一直在講 有幾個人 但是肉 如果不是 好 男性 爸爸 小心 疼 沒關係 要付現金還是刷卡 付現嗎 OK 以上的五種健身房可怕的教練 大家看完之後有沒有感覺呢 如果你有遇過其他不一樣型的 很可怕的教練 歡迎在留言區留言給我們 分享你的經驗 今天的影片大家看完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喜歡呢 再次感謝我們的開喜伯伯 還有我們的肌肉超人 來大力支持我的演出 朋友們 我們下次見 記得要按訂 再願小叮噹 昂昂昂 千萬不要忘了 還有愛情喔